那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现在 乌克兰的军人都被打光了嘛 男人都灭绝了 差不多了 所以大量的雇佣兵进来 那有个俄罗斯黑客组织 他就定期去公布一些这个雇佣兵的死亡人数 这个部分说实话在各国来讲都是机密 都是机密 都不会讲 那当然这个参考 这个没有各国的证实 也不可能得到证实 但被认为准确性应该不低 那雇佣军目前他参战的人数 还有死亡的人数来讲 波兰第一名 美国第二名 这个格鲁吉亚第三名 加拿大第四名 到此刻为止加拿大去帮乌克兰的雇佣军 是一千零五人 但是战死了将近一半 四百二十二人 所以我们看到最近俄方的打击 第一个集中在他的能源设施 第二个集中在他的补给线 第三个就是雇佣军 那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这个乌克兰 对俄罗斯这一方面 就是乌克兰在报复 那会引来俄罗斯更大的报复 变成这样子 然后乌克兰本来是这个跨境作战 到库尔斯克 当然是要想要引嘛 把这个前线的兵力 俄罗斯的兵力就会回去 唯位救赵 就要引到库尔斯克 结果没有 俄罗斯的作战节奏 前线继续作战 他从体压地方调兵前 这样对库尔斯克 所以完 这个乌克兰的整个战略的规划 战略去完全失败 但他并不是从红军村 对 没有从红军村 红军村继续抢先进 那换求乌克兰的 既然跨军作战 这个地方的乌冬力就担保了 所以乌克兰的算盘打错了 他觉得我攻击这里 把红军村的俄军调过来 因为想想看 在2022年的时候 那个乌克兰战争爆发的时候 因为乌冬地区后来吃紧 俄罗斯把在基辅的通通抽料回去 那时候他看 这样的话会能够在乌冬地区 这个战况紧急的状况 这个俄罗斯他会把这些抽兵过去 把这个基辅都解围了 他想说可能俄罗斯 可能也会踩这一招 就跨境作战 吸引他们回去 结果没这样 跨境作战 这个地方没有吸引 反而继续 因为兵力担保 让这个俄罗斯顺锤 推舟直接往西 推变成这个状况 那库尔斯克的话 变成陷入这个孤军作战 为什么 因为大家都要切断补给线 乌克兰当然在库尔斯克 切断俄罗斯的增援的援军 那同样的 那俄罗斯也会切断 进入库尔斯克 这方的补给 大家互相切断补给线 那这样的话就要说 这个乌克兰 这个攻击 引来俄罗斯更大的包裕 我们来这样来看 他们这个变成 大家打到最后面 现在变成战争潜力 看谁最后 所以为什么讲到说 这个滑翔弹过来了 俄罗斯他的战争潜力大 乌克兰战争潜力小 他要靠其他的国家 对他火力支援 但是其他国家 对他火力支援 是被动式的 俄罗斯他自己的战争潜力 是主动式 我有那么大的雷量 我有那么大的筹码 我有那么大的战力 是这样 我会从其他的地方 从远东地区 调兵 武器过来 所以俄罗斯这样来比的话 慢慢就是一直在 处在上风的位置 那这样的话 整个乌东的地区 因为乌克兰单薄 那就刚好 你刚好利用这时候 我就继续推下去 我还要请教张将军 就是说这个乌克兰 自己的兵源枯竭 这个到处 这个街上拉夫还是不够 所以现在战场上 有大量的雇佣军 那雇佣军也会枯竭吗 那雇佣军这样子 为什么俄罗斯 这个俄罗斯的黑客组织 把这个做公布 让这些不管波兰 美国加拿大其他的 格鲁吉亚的这些知道 这个雇佣军不是上去之后 就是好像 好像你其中拿了那个钱 这阵亡率超高 对 因为雇佣军是为了钱打仗 对 那现在告诉你 这是非常险恶的 你看我们那个 不是有个曾胜光原住民吗 对 对 他后来不去了 另外一个也回来了 因为不一样 真的到战场上去看 不是我们看他打电丸 打悟空 那么打得热闹精彩 重新来过 不是的 那个刀光剑影 那个血来血去的 就知道了 那现在让他公布 已经死亡的 不讲受伤的 四百多人 那边会想到 要不然来这一把 去两个只回头来一个 对 是这个样子 那个换句话说 在这一方面是非常险恶的 让这些国际中间游所搜索 要介入乌克兰战争 你要加入 要小心一点 不然小命不保 是这个状况 那我先来补充一下 就是这个中国大陆 派这个飞行保险队 到埃及去 因为这是第一次到非洲 因为上次我们知道 在去年的时候 不是到那个沙兽地阿拉伯 就是沙特利亚德做表演 也是运游二 因为要空中加油 然后带着这些 我们讲带着飞行表演 巴伊飞行表演队 因为他在天军 他的机场在天军 当然先飞到新疆西部战区 再从西部战区过去 怎么讲的是五千四百多公里 这是还不止 因为他这个飞行 不是飞直线 直线不是直线 都是一定都是曲线 因为飞行的国家 你要飞他的航路 所以这样会有多长 是这样子 那可能将 我认为将近六千公里 因为是从亚洲飞过中东 再到非洲 是这个样子 所以中途要落地休息 你一定要选个巴基斯坦 或其他国家落地休息 因为飞行要飞八个小时 因为平均的速度 巡航速度大概七百公里 就是整个中国的空军投射能力 投射过去 你看他的飞 那因为上一次去利亚德的时候 完完全全 这个没问题 没问题啊 也特级飞行表演完毕 他有三个飞行表演 还有另外一个 红鹰飞行表演队 另外一个还有天之翼飞行表演队 那三个飞行表演队 因为王牌是八一飞行表演队 这个张军以前也是飞行员 这样飞很累吧 很累 所以因为经过好多次空中加油 那同样你飞过去表演完毕之后 你还要空中加油回来 五千多公里要飞多久啊 有一分公里 我们总要飞八个小时 所以中途要休息一下 你不能一直飞八个小时 因为你就是一个人在飞 对嘛 而且这是特级飞行员 你要落地休息 中级要吃饭啦 你不能八个小时我不吃饭啦 你不能我边开边 在飞帐吃便当 上厕所怎么办 上面有那个 上面有那个 那是比较麻烦 比较麻烦 那比较麻烦一点 不是帮尿航部 不是不是 他有那一个啦 有那个 有一个 以前我们飞行都看到那个东西 也不用嘛 因为我们飞一个多小时 落地干嘛 你飞之前就先去了嘛 但这个要飞八个小时 对 要飞八个小时 空中加油 因为五千 五千六六 将近六千公里 这样看 这一定都是受过特训 对 然后是七 我们讲到 他飞行的巡航速度是七百 那你要飞八个小时 七八五千六 五千六百公里 要这样来算 然后你还空中加油 什么这个还 空中加油不是一次加油 但是轮流加油 一到一半要加油 所以这个就对接到之前 我们看到大陆这个 不是海军嘛 到了这个白岭海峡 所以海军的远洋投射能力 空军的远洋投射能力 一个一个地进行验证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复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机 好气色 呵护您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 需要作为患的 遗免 解释 会議 准备 位置 吴